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化泰妝 因為我做了一個非常誇張的泰色假睫毛 但是我又要拆它 因為我有東西要拍 廣告就不可以有一個很誇張的眼睫毛 所以我想在拆它之前 就趁著這個泰色假睫毛就化過泰妝 加上其實我沒有化過泰妝 而且之前的幾條片都是化一些偏淡的妝 不如今次化一個比較濃的泰妝 好 本來打算先戴上一隻眼睫毛 但是我發現戴上一隻眼睫毛後 我有一點看不清楚的鏡頭 所以我就不戴著了 我現在上了底妝 底妝我會用一些高遮瑕的粉底 今天我會用Chartubri的Magic Cream 加這個Chartubri的Airbrush Flawless Finish的粉底 Magic Cream我不塗太多 因為今天不是太冷 我只塗一點 很少讓它的粉底容易混合 我用的是3號色 其實都是比較自然的顏色 2號色我就覺得有點太淺色 上完粉底我就會上contour 因為泰妝其實都頗重視這個contour 它們都是比較濃的妝化 我會在未上碎粉之前 上了一層contour 先用剛才我掃Blend 令到輪廓可以再深一點 你見Blend開了之後 其實它不是很濃的contour 但因為粉底有點白 那Blend了contour 就會令你的臉有輪廓 否則整個臉都白了 塗一點concealer 這個是Laura Mercier的concealer 這個concealer是比較保濕 而且它是很貼的 不會有厚重的妝感 我會用手印開一點 因為我覺得好像塗得太多 其實它這次做了下眼睫毛 但它太長了 有點阻礙我化妝 你看我有點下不出眼睫毛 遮住的位置 先這樣吧 然後底部我會先上少少胭脂 好少好少 然後上粉餅 我會用Charlotte Tilbury的這個粉餅 其實也是用這個粉餅 然後我會全面上Mac的這個碎粉 然後就到畫眉的部分 其實眉也挺重要的 在泰妝來說 但我又很難做到很野生的眉 我自己的眉 你看就是這樣 那我就盡量畫一條 少少粗但平平的眉 我會盡量畫深一點 但我用了淺色去起稿 你看我的眉頭 這裡很低 而且我的眉骨很高 其實應該用剃刀剃掉 但我又沒有 所以我就盡量拉平這條眉 暫時畫了這樣 我覺得一會兒可以再深色一點的 如果想的話 但我的頭髮因為不是太黑了 所以就看看一會兒會不會加深一點 暫時我先保持著它是這樣的 然後我就會用眼妝 因為要上眼妝 不過用NARS這一支 其實已經變得很噁心了 因為它的黏黏黏的包裝 放在化妝袋裡面就變成這樣 很噁心 然後就到上眼妝了 我就想用這個眼影盤 這個是Tarte的泡紋那個 其實我想用了它很久 這個叫什麼 Man Eater 首先我會用這個顏色在眼波位 眼影通常都是向上微微拉長 有些都拉得很長 所以我都會拉長眼妝來化 下眼影也是會用同一個顏色 先用這個深一點的顏色在眼尾 然後用這個深一點的顏色在眼尾 然後用這個深一點的顏色在眼尾 如果想拉長眼睛 但又不想讓雙眼皮接位卡住 我就會把眼睛向前 然後在這個位置加深一點 整個眼線再拉長 就不會像一條魚一樣 眼線聚下來再向上 任何時候都可以用剛才的顏色 去調整一下剛剛的深一點的顏色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閃閃的顏色 塗在眼蓋中間 因為它們的妝其實都很閃 中間都通常是很亮 然後呢 其實可以再用這個 淺色一點的眼影 再調整一下 鬆一個最外圍的 然後就到眼線的部分 首先要畫一個內眼線 外眼線 我就用一個liquid eyeliner 畫了大概的形狀和方向 我就順眼影的方向 有點拉長 但不要太粗 大致上這樣 這邊也是 還有有些位置 可能剛才塗 眼影或者眼影 會令眼睫毛淺色了 所以我就會用一個liquid eyeliner 塗上假眼睫毛 如果不是做了這些假眼睫毛 就會貼一塊或者一粗粗的假眼睫毛 然後呢 我就會用這些眼影筆去加深 和blend開一點點眼線 讓它不要太緊緊一條 今次我就用Bobbi Brown的這個 用這個啡色是很黑的 啡色叫做espresso 然後呢 然後呢 可以用這個色 混合少許黑色 然後就加深 和blend 混合眼線 因為呢 我看過很多他們的妝 眼線這個位置 都是很漸變的 最後呢 找一個很深色很黑的眼線筆 或者眼線gel 加深眼線 要做到漸變的效果 有點難 因為很容易化到很骯髒 其實如果有gel的眼線膏會容易一點 因為黑色眼影已經很黑了 所以如果要再黑 就要用一些很實色的eyeliner 然後呢 我就會用一個 剛剛用過的啡色眼線筆 畫一點點眼頭 真的很輕微輕微 在這裡加 絕對不可以讓人看到你是有一條線 在這個皮上面 這個位置加 可以畫出一點點 因為呢 你看到現在我的眼睛拉得很長 但砌面這裡好像很圓 所以我就想輕輕 沾回去一點點 然後我先看看 那些太妝的眼頭是怎樣 都是有打亮的 眼頭的打亮 我想我不會用一些很浮誇的顏色 用這個色試試看 然後我就用過這個金色 塗一點點在眼中間 過來沒有色塗上去 可能這個泡紋這個金色 應該有色了吧 這樣 然後現在就要加深眉了 我會用眉粉 好像容易控制一點 而且就算滑深色了 好像會沒有那麼緊 看來我盡量都是加深眉的部分 我有沒有一些幼一點的眉筆 是深色一點的 又好像沒有 有的 我會用一支這個 然後我會用一點點遮瑕 去修一修眉的邊 因為我看到它的泰色的眉 通常都是很鮮明 很整齊的 有點粗 真的有點粗 我會用一支黑一點的眉筆 去做這個眉 gel 我先拿這個眉筆出來 先印走多餘的產品 然後先輕輕拆上去 已經弄到一塊塊 一塊塊 但不要管它 等它乾了才處理它 會好一點 現在一擦它就會脫掉 所以說掃越乾越好 這個卡黑色我先不管它 稍後才再處理它 修一修眉的眉 接著我要戴色光圈 這個時候 戴色光圈有沒有一些泰色的感覺 繼續修容 這是MAC的Omega 我看到它們可能因為膚色比較深 所以這些 contour都很厲害 每次拿出來的contour也是深啡色的 但我用不到那麼黑 所以用一個淺一點的contour 或者可以用一下bronzer 因為很久沒用過bronzer 這個Charlotte Tilbury的bronzer 應該乾了刮過一塊 我現在就用一個梳子梳走 梳走了 接著就是胭脂 這次用makeupforever這個 這個是artist blush200號色 也是一個比較自然的顏色 也是很溫暖的 highlighter我用fentybeauty的 這個lightning dust 和fire crystal 我會用fire crystal 可以用一支很小的掃 好塗一點在眼頭 塗在臥蠶的位置也可以 唇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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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也照是blur了 是要塗這個位置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個就是N2號色 塗在裡面加深 然後呢 然後呢 想嘗試塗少少這個Dior的 lip maximizer 上去 這個顏色是 嗯 027 intense fake 其實塗上去又不是很明顯 然後呢 最後呢 可以再塗上那個 highlight少少 就化完了 這個太色濃了 太濃了 那妝呢 就化完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 泰不泰國風味呢 我剛剛問了劉先生 她說她不覺得 但我自己覺得都ok的 多謝大家看片 如果大家看完這條片的話 就可以留個 蝦的emoji給我 另外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妝的話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這個影片 之前不要忘記去follow instagram 地瓦的channel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Kabukka